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庞谈孙胆皮与BlackPink千尼在激州岛在一起的照片 登上了热搜一位 根据媒体报道 昨天晚上,因为网友上传了在激州岛目击两个人的天王后留言 可能只是壮脸 但是女爱豆最近传出与男爱豆分手的谣言 所以让粉丝们更加相信 因为还不是确定的,所以挡住名字了 而因为公开的照片,侧脸确实是很像Vegan千尼 并且千尼最近有上传过在激州岛的照片 而P也是最近上传过在激州岛的背影照片 所以让部分网友们觉得这绝不是偶然 而对于记者们的采访 YG娱乐表示 而还不则是联系不上担当者 虽然现在也有网友们表示 上传这个贴文的人已经承认这张照片是P图的 也将自己的社群账号转为私人账号了 但是因为YG娱乐的那种回应 所以在韩国论坛还是比较偏向女人相信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在激州岛没有目击照片的两个人 在人非常多的激州岛 甚至还是坐没有玻璃贴膜的车 这样光明正大的移动 然后又被偶然的拍到了 有脑子的话想一想吧 YG这样回应应该就是真的了 可可 哦好相配 就算是真的也不会感到惊讶 因为是我家爱豆的恋爱文是有点惊讶 不管是不是恋爱 只要我家孩子幸福就好了 我个人是觉得 在没有官方声明之前 毕竟是私生活 我们还是比较随便猜测 随便相信网络上的谣言比较好 对于P与前你的目击照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韩国不能穿的校服 韩国有各种风格的校服 但是从2023年开始 就不能穿这种格子花纹的校服了 到底是为什么呢 英国名牌Burberry的固有格子花纹非常有名 而从2019年开始 Burberry公司 以韩国的格子花纹校服 与自己的格子图案相似为理由 对首尔50所 冀州15所 全国约200多所的学校 提出了商标侵害问题 根据报道 Burberry公司并不是直接提起诉讼 而是韩国学生服装产业协会 代表各校服企业 与Burberry进行了调解 双方就2023年开始改变设计 达成了协议 所以在韩国 格子花纹的校服 只能穿到今年为止 格子花纹是你们的吗 真的是在说不像话的话 Burberry 不是一般的格子 只是针对跟Burberry一样的 格子花纹而已 我觉得很应该啊 因为这个我们学校的校服 明年开始也会换 但是大家都不要骂Burberry 浅红色黑红格子花纹 真的是一模一样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